阳春三月 新绿出战 上午十时许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集体乘车 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降台乡的植树点 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看到总书记来了 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高兴地鼓起掌来 热情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 拿起铁锹走向植树点 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局负责同志 以及首都干部群众志愿者 少先队员一起开始种树 挥锹产土填入树坑 赔食新土堆起围燕 习近平接连种下白皮松 西服海棠 银杏 碧桃 鱼叶梅 每种下一棵树苗 习近平都同少先队员一起 提桶浇水 还不时询问他们学习生活的情况 习近平表示 我国历来就有在清明节前后植树的传统 全民义务植树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大家都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 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 每年这个时候与同学们一起植树感到很高兴 积极培育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 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播种绿色 美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 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参加义务植树的领导同志 同大家一起扶苗 培土 围燕 浇水 还不时同大家交流植树造林 美化环境 保护生态的看法 生态环境还是个短板 我们期望蓝天 白云 洁净的水 新鲜的空气 这些都是生态建设 生态建设 绿化是很重要的 你这里要有屏障 建立绿色屏障 人们都应该生活在绿音之中 这些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一年接着一年干 一代接着一代干 搂起袖子 加油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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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等 参加指数活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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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